哎呀 很久没睡过这么好的床了 今天都起碗个屁了 昨天用这个无线电也联系上了外面的人 他们让我在这等着 先等等 这是啥玩意儿 出去看看 美容报 这是冤家路窄啊 从湖西岛追到这里来了 看样子不把你解决掉 是没法出门了 他现在离我的距离还比较远 这个距离 如果我射中他两件 应该可以解决他 第一件 漂亮 射中了 他过来了 第二件 死了 还嘚瑟不 上次那是偷袭 这次还以为能伤到我呢 咋的了 不服气啊 还搁着蹬腿呢 行了 正事要紧 昨天晚上找到了这边门的钥匙 钥匙就在无线电上呢 打开门获得了一张地图 地图上标记了一个红色的C1 打开我的GPS手表 确定一下方位 就是这边 我寻思着在这干等着也不是办法 既然拿到了地图 干脆上附近探索一下 毕竟还没找到Mia呢 地图上显示的就是这个位置 没错呀 难道要我跳下去 我才没这么傻呢 顺着这个边缘走走看 既然他们在地图上标记了这个坐标 那就说明 一定有办法下去 诶 这下面有东西 看见没 旁边还有条路 再往前走点 下去看看 这究竟是个啥玩意儿 哎呀 又忘记看路了 响尾蛇 看一下咬哪只腿了 左腿子 伤口问题不大 但是响尾蛇带毒 被咬了以后会发烧 不过问题不大 吃一瓶止症药就好了 看见没 瞬间就好了 连山口都不用包扎了 这里是个塑降装置 刚好昨天在房区拿了一套登山装备 没用上了 下去看看 下面就一个水潭 地上铺的都是木板 奇怪了 这么大阵势 就为了下来打点水 就为了下来打点水 这有捆尼龙绳 旁边这还有个氧气瓶 这里还有一根绳子连接着水下 看样子问题在水下了 下水 下面有几个散落的氧气瓶 往前有点 啥也没有啊 哦哦哦 在这呢 这有个洞口 哇塞 这洞口这么深啊 还好我有氧气瓶 顺子这根绳子过去 应该就能发现点什么 油快点 这里的植物地貌也改变了 变成了大量的竹林 前面应该可以上岸了 下面有一个同样的塑降装置 从这里应该可以下去 这里有三股水流 流向了下面这个深坑 看样子又要潜水了 下去看看去 下面居然没有水 所有的水都朝着这个洞口流出去了 这大自然还挺神奇的 上面又是瀑布又是湖泊的 下面居然被这么小一个洞口放干了 行吧 我也过去看看 这里变成了一片沼泽地 陆地面积变得非常的少 现在时间还早 也不知道干啥去 这里的水还算干净 游一圈看看 哎呀 我跟你们讲 从我没来丛林之前 我可是游泳冠军 这点小场面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前面那是座山吧 游过去看看 可算是到了 可能是太久没有游泳 这废活量有点跟不上呀 游这么点路给我喘的不行 这香蕉来的正是时候 这一圈给我游的 我都饿了 味道不错 看样子今天 只能在这个岛上休息了呀 趁着现在天色还早 赶紧找个空地搭个棚子 诶 这不是时空墙吗 看样子这附近又有祭坛了 估计还要喝那个苦不垃圾的死盆水了 行吧 今天就先不折腾了 时间也不早 晚上在这片区域里行走也不安全 赶紧搭个棚子睡觉吧 我是小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哈 明天见